大家好,我是庄老师 中医认为小肠筋可以分清必酌 能够从胃消化来的物质中分出有营养的吸收 把没用的东西排出去 如果小肠筋瘀毒了 该吸收的不能有效吸收 而且时间一长,还容易形成弹湿 而弹湿再慢慢的积累 人就容易出现虚胖 小肠筋不通会影响消化液的分泌 会直接影响消化吸收和排泄 所以小肠筋务必要保持通胀 而且要常常的滋养它 滋养疏通小肠筋的方法很简单 先用刮虾板,刮手上的小肠筋五分钟 小肠筋起于小指外侧的末端 沿着经络走向 从上往下刮至小指处 不追求出下,起到疏通的作用就好 如果会挨疚的朋友 最好能再挨一下小肠筋的圆瘀 腕骨瘀,10分钟 腕骨瘀我们这样找 我们微卧拳 这里呢就是后膝瘀 我们沿着后膝瘀往手腕方向推 到这里呢你会推到 两个骨之间有个凹陷处 就在这里,这里就是腕骨瘀 找到腕骨瘀 我们做玄鸠就可以了 就这样玄鸠10分钟 有失热而又虚胖的朋友 可以坚持一段时间 相信会很有帮助的 好,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庄老师 身边总有一些人 不管吃什么 总是上火 牙齦痛 咽头痛 眼睛痛等等 特别是一些中年以下的女性 更容易阴虚火望 上面介绍十大滋阴瘀位 不管死火还是虚火 都可以多按摩这些瘀位 一,竹山里 竹山里在小腿前外侧 当豆鼻下三寸 距近骨前缘一行指 就是中指 就在这里 找到瘀位 左右瘀各点按三到五分钟 第二个瘀位 阴灵犬 位于人体的小腿内侧 膝下 静骨内侧凹陷中 就在这里 与阳灵犬相对 好,找到瘀位 左右瘀各点按三到五分钟 第三个瘀位 三阴交 三阴交也是在小腿的内侧 内怀间直向三寸 静骨后缘凹陷处 就在这里 脚到瘀位置 也是左右瘀各点按三到五分钟 第四个瘀位 太膝瘀 太膝瘀也是在脚的内侧 在内怀间和脚跟肌腱之间的凹陷处 就在这里 脚到瘀位也是用拇指点按 左右瘀各三到五分钟 第五个瘀位 太充瘀 位于 竹背侧 竹背侧 第一地爱植骨连接处前的凹陷中 脚的位置也是点按三到五分钟 第六个瘀位 负瘀瘀 负瘀瘀在太西直上1.5寸的位置 这是太西瘀 直上1.5寸 这就是腹瘀瘀 脚的位置 也是每瘀 各点按三到五分钟 第七个瘀位 羊骨瘀 羊骨瘀在我们脚的内侧 我们用手摸 会摸到在这里有一个凸起的骨头 这个骨头就是脚骨 在脚骨出笼下方 凹陷处 也就是刺白入肌处 羊骨瘀就在这里 脚刀位置也是点按 每次左右瘀各三到五分钟 第八个瘀位 宫瘀瘀 也是在足内侧圆 当第一 脂骨肌底部的前下方 我们这里摸 会摸到一条弧形的骨 在一直推 沿着这块骨推 推到推不动了 就在它前面一点的凹陷处 大约是距离太白瘀 一寸的位置 这里就是公生瘀 脚刀位置也是左右瘀 各点按三到五分钟 第九个瘀位 永存瘀 在足底部 我们把脚趾捉起来 这里有个凹陷的地方 就在凹陷的终点处 就是永存瘀 脚刀位置也是用拇指 点按三到五分钟 第十个瘀位 脚海瘀 脚海瘀在足内侧 内怀间下方凹陷处 就在这里 脚刀位置也是用拇指 点按左右脚海瘀 各三到五分钟 好 以上这十个瘀位 就是我们常用的 脂婴的瘀位 对于 婴虚内热重的朋友 这些瘀位呢 坚持按摩 都很有帮助 如果你会挨揪 也可以用悬揪的方法 对着瘀位 湿揪每次 十到十五分钟 效果比按摩更直接 好本节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庄老师 有一个很大群体 休息其实没有问题 但白天就是容易犯困 过了中午 精神又莫名其妙的回来了 还有他们很多人 眼带都比较明显等等 从中医养生的角度看 这些人如果舌头有齿痕 平时容易消化不良 那就提示他们的脾经 是不太畅通了 下面向大家分享 我们脾经三个异读点 大家讲一下 点来看看是不是很痛 第一个是脾经的阴灵拳和三阴交 脚阴灵拳 我们沿着颈鼓往上推 推到这里 推不动了 好 就是这里 颈鼓内侧科后下方凹陷处 就是阴灵拳的位置 三阴交好角 在内怀间 直向四指宽度 在颈鼓后缘 靠颈鼓边凹陷处 就是三阴交 用五指消消用力点油 就这样 左右穴每次三到五分钟 第二个是地肌穴 在阴灵拳直向三寸 当阴灵拳与三阴交 的连线下 颈鼓内侧后缘处取穴 就在这里 找到位置 我们用点拨法 用拇指这样拨 左右穴各三到五分钟 第三个是太白和公孙 这两个穴位 在脚内侧 太白穴 当第一子骨小头 后下方凹陷处 太白就在这里 再往后大概一拇指 就是公孙穴的位置 我们可以这样用拇指按钮 哪个穴位痛 就重点按钮哪个 左右穴每次三到五分钟 好 以上三个动作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疏通脾经 脾经畅通 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好 吸收好 气血足 湿气小 人就精神 我们就更显年轻 好 本节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